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来卖律师邓宏 要么知法守法据理力争 昨天晚上川普在Morrago 正式宣布他会参选2024年的总统选举 在三个月以前就在海湖山庄 他的这个住宅的地方 FBI60多名人士将他抄家了 他以这个作为一个理由 他说为了你以后 我被这个打压 现在也是为了国家 我愿意牺牲正式参选 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说里边 他一他还是一样 他说我可以 这个舒舒服服过我的日子 但是的话 这个我为了这个国家 这个我们家人蒙受了很大的打击 他举例说 他的儿子Eric Trump 他说在美国有史以来 是收到船票最多的 自从他这个不做总统之后 Eric的话已经收到了几百份这个船票 这个国会要他出庭作证 FBI要他船去作证 乔治亚州的这个检察官 大陪审团发出船票 他说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同时会收到这么多的船票 他说他的家人替这个美国做了很大的牺牲 但是的话他不会放弃 他还是要重新出来 当然这个在今天在Rainbow 他的channel里边的话 这个播放了他这个一个选举的 一分钟的这个说明 我们看一下是他是怎么说的 Hello everybod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I'm running for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make our country safe, prosperous, great and glorious again 所以他说这个今天我要宣布的话参选美国的总统 我们一起可以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 重新安全起来 重新这个更加荣耀 所以 他说在拜登的领导之下 我们美国正走下坡路 不过就是我们有这个权利来成就美国 我们应该不应该都要参与来拯救美国 我们可以共同将我们的美国经济振兴起来 我们可以一起将我们的边界 以后变得更加这个强的边界更加安全 我们应该给我们的警察必要的支持 我们应该尊重警察的工作 他说这个我们一起 我们必须要将希望带回给美国 带回到每一个民众 这样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只能是赢 I'm asking each of you to join us in this great national effort get online, sign up, donate, take action, volunteer, get organized, talk to your neighbors together we will save our country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说这个我们只要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以后跟你的邻居讲 以后发动所有的人 以后投票捐款 参与做义工 这样子我们一起行动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美国重生振作起来 当然从这个他的宣传片里边 他还是一样的强调的话 是希望他做了一个比较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演讲里面 他也谈了几个问题 其中谈到毒品问题的时候 他就举例说 他说他到北京去访问 以后跟习近平在一起的时候 他提到一个问题 他说中国吸毒问题严不严重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 中国没有什么吸毒问题 习近平笑笑地跟他说 他说在我们中国里边的话 毒品是不存在的问题 他说为什么习近平笑着对他说 因为我们有快速审讯的 quit trial这个制度 后来他说 在中国如果你有吸毒问题 贩毒问题 只要被逮到的话 都马上审讯 可以甚至这个处以死刑 他说新加坡中国都出现的 这个都用这种方法 而这个导致没有毒品问题 他说现在美国社会里边 自然那么坏 以后大批毒品中墨西哥 进入美国残害美国的年轻人 他说他这个希望 能够他在这个当选之后 他能够再度来加强边境的管理 希望能够抓到这些毒贩 以后采取强硬的措施来打击犯罪 当然在这个他这个参选之后可以看得出 从他的true social里边可以看得出 很多民众的话 这个fox news的话还是一样的 这个请了来宾支持他的参选 当然在这个中期选举结果不好的时候 这个Madoff这个系统包括这个fox news 华尔街日报和new york post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Madoff Madoff这个系统的fox news的话 他们已经建议川普最好不要这个初选了 但是的话初选之后 没想到还是有很多这个fox news 就是很多主持人还是坚持支持他应该初选 当然这个过程之中的话 也有很多他也发的推文 在推文里边都是说 好像这个Matt Gates 这个佛罗尔达州的国会议员 他说美国需要川普重返白宫 他也是转发这个推文 同时的话 这个他的另外一个支持者 Elsa Stephanie是一个国会议员 他也说他要支持川普来领导这个共和党 同时他也在最新的十分十八分钟以前 他又转发纽约的Young Republican年轻共和党协会 他也正式支持川普这个来参选总统 可以看得出 但是的话在外界的评论里面的话 但是也是有很多都市认为川普现在要提早宣布 居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尽早卡位 以后他基本上他自己的Safe America 这个拯救美国政治团体里边 他还有七千万的资金在里边 他可以利用这个资金的话 再继续来推动 他在昨天晚上正式成立了这个选举委员会 他就可以单独筹这个部分的话 再度为总统选举开始筹资资金了 在过程之中的话 各方也是在猜测 以后他其中一个原因 他要迟早宣布 就是因为在佛瑞达这个涉密案件 他处理机密文件不当的事情 他已经被烧查了 司法部有可能估计会在这个选举之后的 30到6060天到90天之内正式提出起诉 当然如果是他在检察官提出起诉之后 他才宣布参选 他可能背着一个嫌疑的 这个面临官司的影响之下来参选 但是对他来说 他现在这个先发制人 在司法部采取行动之前宣布参选 他是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当然这个部分如果是这个司法部 这个在过往里边 在处理这些这个总统文件案件里边 已经有过签例 包括这个欧巴马总统带文件回去 这个喜莱利处理这个电子邮件 这个处理不当 他们都调查了 他说他们都有违规 但是都没有起诉 因为他们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 民主党的领导人检察官可以 这个睁眼闭眼 而对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以后牡丹指甲被烧查了 还被起诉 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变成一个民族悲剧 他觉得的话 我们的政府这样做法 对一个政党的候选人 采取这种重追猛打的方法 有可能会被国家机器被利用了 这正是川普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 在他一个多小时演讲里边 他提到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 司法部各个部门对他穷追猛打 他说为了这个事情的话 他的公司已经是被冻结了 以后他说这个部分既然能够发生在他身上 其他人都有可能会 都会有同样的遭遇 所以从这个部分 他采用的策略就是哀兵战术 这种哀兵战术的话 就是认同了最重要一个美国文化 那就是underdog 很多人是同情落水狗 这种underdog的策略里边 哀兵战术将他自己塑造成一个悲剧的英雄 受了政府的打压 为了民族的牺牲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 川普现在的话 这个明显也凑效了 很多共和党的人士 纷纷的还会开始支持他参选 离选举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之中 还要有这个党内的初选 当然现在这个共和党里边 就是中期选举 结果不是预期预期那么好 到目前来说 这个参议院已经是确定 是共和党失败 而在众议院这方面 现在还没有就差最后的一票达到218 共和党才能够占多数票 从这个角度来说 现在目前剩下9个席位 这个9个席位看起来的话 这个基本上已经是这个5票 可能是民主党的 4票是共和党的 这4票的话就是会让这个共和党 在众议院里边会变成多数的3票 所以这个差距不是很大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现在从共和党有发出不同样的声音 我相信经过一年半年的整合 共和党最后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究竟川普能不能成为共和党的 这个最后的初选来对抗 这个Joe Biden 现在我们有待观察 不过来说从目前看起来 连CNN的民调的显示出来 在目前如果是在在民主党跟共和党 都是用拜登跟川普两个对的 这个对选的情况之下 川普还是领先于拜登的 所以从这个部分来说 白这个共和党内部的同时 也有40%是属于川粉 有10%是反对川普的 但是有50%这个部分的话 是可以说又认同川普的政策 所以从这个部分来说 川普拿下共和党的提名 也是相当有机会的 最重要一点的话 在将来半年的之内 他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会确定谁是他的副总统搭档 当然Mike Pence的话 他已经是 这个已经在多次场合批评川普 以后他也有意图再度初选总统 所以将来还有个Mike Pompei Ron DeSantis 还有很多其他人都有可能考虑的 这个经过半年一年的综合 这个共和党进行内部的调整 我相信共和党可以重新再起的 当然将来一个半月非常关键 这个选举结果 这个已经快这个亲爱六定了 共和党可能占这个控制了众议院 但是这些就算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 在1月3号之前还是民主党做老大 这种情况之下 任何一个法案要通过 都要经过众议院多数票的通过 参议院60票的通过 总统的签字才能成为法规 在过去两年 拜登所通过的这些法案 大部分的话都是用预算案的方法 就不需要60票 只需要50票 最后副总统一票就可以通过预算案的 不过来说在这个剩下一个半月的时间 对民主党来说 这个是最难得的机会 因为1月3号开始 那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在通过法规方面 法律方面就很非常非常困难了 所以今天这个参议院经过快速的审讯 这个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以62票的这个差距的话 通过了这个这个同性恋 分音合法法案 在之前我们加州这个加州州长 纽森在旧金山做市长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签发同性恋分音的解分照 解分证书 后来这个夏威夷也同样的 Massachusetts州也同样的 让这个同性恋的分音合法化 后来共和党在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保守法案 就是说分音只能是异性之间的分音 没想到这个案子最后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话 推翻了这个权 这个法案 他说同性恋分音也是合法的 那是20年以前发生的 就是将同性恋的分音合法化 在过去这个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Current Thomas大法官 曾经在一个案子提到 他说宪法并没有说同性恋 是宪法保护的权利 那在几个月以前半年以前 最高法院在Row vs.Way 多胎权的部分 已经推翻了这个40年的Row vs.Way的判例 同性恋的人是担心 现在保守派的法官会不会 说宪法并没有规定分音 同性恋的权利的 所以为了确保同性恋的分音合法化 所以昨天提出 今天讨论参议院通过 以后这并且有12个共和党的参议员也投票支持的 所以的话这个是已经超过60票 这项提案的话是在联邦层次里面保证 这个同性恋分音的合法化 所以的话在这个部分 现在 现在马上要交回给 这个众议院进行讨论 在众议院也通过类似的法案 以后交给总统 那基本上的话 这个法案的话可以说是 在一个星期之内没有经过太多的讨论 马上的话就是快速会通过 这个也是将来一个多月 共和党在这个控制参议院之前 民主党要加速争取 这个对自己有利可以通过的法规 就在在将来一个半月之内的话 这个赶紧通过 因为到明年1月3号 共和党掌控了众议院 这些法案的话 这个就没办法推动了 因为共和党以后 不可能会让这些 这个会有那么多人会支持 而这些执政派的法案 现在通过的话 也是将来我们可以看得出 也还有将来这几个星期 还有很多这些相关的法律 会有通过的 从目前来说 除了这个法案通过之外的话 这个Mitch McConnell 这个共和党的大佬 也守这个赵小兰的先生 他一直担任共和党的领袖 在这个参议院里面的话 他是属于小数党 小数党的领袖 但是被Rick Scott来挑战 Rick Scott的话 他是属于保守派的共和党人士 他代表是福利达 他说在过去这个几年里面 共和党之所以这个持续那么多的席位 就是因为Mitch McConnell领导 这个缺乏问题 有问题 并且他们共和党的账务有问题 所以他认为应该换人来做 所以他争取到了 这个12多位参议员的支持 但是江还是老的辣 然后Mitch McConnell 在今天的投票里面的话 他以37票对10票 还是保住他的小数党领袖的位置 当然这个在目前来说 McCarse 这个Kevin McCarthy 他也是获取到 打退了其他同僚的挑战 顺利出任了 这个共和党的众议院的领袖 如果218票过关之后 他就会成为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取代Nancy Pelosi了 在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 今天也做出宣布 他说他们再不参加 美国新闻周刊里边的大学排名了 每一年在过去20年 很多学生要申请大学的时候 往往参考US News 这个是美国新闻周刊里边 每一年做的调查评比 看看哪个学校是最好的 在法学院这部分的话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永远都是排名第一 或者第二 其中耶鲁大学 他说他们现在 他的评比的话 考虑分数 只考虑的分数 还有这些考虑学生毕业之后 他们这赚多少钱 有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太狭隘了 以后这个排名是不符合现在的大形式的 所以他说他举例说 有很多法学院毕业的学生 他们毕业之后 他们没有到大的律师楼里面去做 所以他们是帮 他们是到了一个民权团体 非盈利团体里面做律师 在非盈利团体里面做律师 往往不给你薪水 但是他给予 他们可以将替你还学生贷款 所以从这个部分的话 美国新闻杂志 并没有将它列为他们薪资报酬 就将他们这些在公益事业非盈利机构的话 服务的这些律师的话 他归类为非属于没有工作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大部分耶鲁大学 还有哈佛大学毕业的法学院的学生 都是找到工作 而对很多法学院的这些学生 他们可能找不到很好的工作 他们到非盈利机构里面去做 所以对这些其他的法学院 他认为是不公平的 所以这个耶鲁大学说 虽然这个排名对我们 耶鲁大学是非常好 但是的话 对其他法学院来说是不公平的 因为很多他们毕业的学生 他们是从事公益事情 我们耶鲁大学不愿意 这样子的有这种特别的待遇 所以耶鲁大学哈佛大学 他说我们不再参加这个美国新闻评逼了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过去几年里边的话 这个直进派的政策推动 往往是这些藤校毕业的法学院的学生所推动的 其中耶鲁大学在这个 在过去两年对这些保守派的演讲人过来 他们都开始这个boycott 不让他们来讲到学校里面讲学 一旦只来讲学的话 他们也是中途来阻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好几个保守派的法官说 以后凡是这些耶鲁大学还是哈佛大学送来的学生 要到我们这个法官办公室里边做实习生 我们都不欢迎 所以的话这也是因为这个法学院已经成为执着的这个推动者 领导者 因为教授他们有这个天年这个中心教授的保护 所以他们推动了很多政策 而迎合了这些学生这个直进派的一些措施 不过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耶鲁大学将来招生的话 加州已经取消了这个ACT SAT的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将来的话也是一样的话 就是变成我们不再排名了 因为就算了排第一第二我们不在乎了 这个案子的话就是要等到明年6月份 以后将来这个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这些招生的时候 有没有歧视亚太医的学生 所以现在的话真的是非常混乱 对要培养小孩子进名校的家长来说 现在可以说的话太混乱了 没有办法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很多课后辅导的这些课程的老师 这个学校也没办法不知道怎么样辅导学生 来才能够进入这些学校 而进入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未必是家长希望能够看到的 因为很多进了名校的学生回来之后 家长都觉得小孩子讲话 怎么会像耶鲁大学讲的一样呢 你们这个制度对我太好了 我们不要你们这个制度 我们不要排名了 让我们希望跟别的学校一样 这个均户的概念的话慢慢的话已经是在高等学院 已经在过去两年到三年里面的话散布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很多时候我倒是觉得的话 小孩子的正确理念很重要 不要一味的只要将小孩子送到这些藤校里面去 藤校的教育已经极左了 那你的小孩子出来之后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的话对你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情 罗安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案件 这个在警察培训学校里边 这个一个有70多名两个班的学生在跑步 本来有警察护卫 但是没想到的话 这个当时这个警察 这个有人在早上的时候 开着SUV 这个冲向了这个在跑步的这些学生 导致25个警员培训的警员的话受伤 当然这个学生里边的话 大部分的话就是他们都没有致命的危险 不过这也是出现了一个很多的问题 尤其是在学生在上班培训的过程之中 发生了意外事前 一般的话这类的话是属于Workers come 劳工赔偿 但是有对方的第三者的疏忽 这种情形的话 可以追究第三方的责任 很多时候在从事一些危险的工作 好像警察消防队员 他们都会有足够的保险 这个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劳工保险可以cover住 但是的话如果是发现的话 除了劳工保险之外 往往像这些警察 如果是对方开车 或者是有保险 同样也可以追究这个对方 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而导致的这个事情的发生 当然这个很很妙的地方 有点很tricky的地方的话 就是这两者你不能够兼得 你又不能够 这个好像你拿到了工商 那你就工商的话 你后来你又告了第三方 拿了这个钱 那政府部门付了工商的赔偿 以后他有权利追回 你额外得到这些赔偿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说要规划一下子 要追究哪种能够得到更好的赔偿 这个是的话 又要请专业的律师 所以我们在处理人体伤害案件的时候 往往会看一下子 对受伤很严重 以后看看哪个保险比较好 如果是对方没有保险的 你告进去也拿不到太多钱的 你倒不如用一个劳工保险的这部分 起码的话你的医疗费 务工费 还有将来康复的费用是可以得到的 当然的话 如果是对方 好像这个车子不是个SUV 因为SUV充其量 就10万块钱的保险 但是的话在事故里边的话 有这些警察培训人员 他腿都断掉了 这种终身残废的时候的话 你这个保险你可能没办法得到的太多 因为他只有10万块钱 但是如果是假定开的车子 这个是Amazon的送货车子 或者是卡车司机的车子 这种的话保险往往在100万到500万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告对方 而不太采用Worker's Count 因为Worker's Count补偿了你的 它可以补偿你的物工费用 医疗费用 将来的康复的费用 而没有赔偿 所谓的精神痛苦赔偿 而在普通的第三方责任里边 你是可以拿到精神痛苦赔偿的 但是的话要采取哪一个措施 这种事情的话就要看看哪个保险比较容易 包括范围更广的 当然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现在也出现很多在优息系统里边 我刚才讲过很多学校里边 尤其公立学校在加州的话 有两套系统 一个是Cal State州立大学 另外一个是加州大学 这两个系统里边的话 现在优息系统里边的话 已经开始罢工 有四万八千名 这些助教们以后 这个星期开始罢工 这些在十个加大的学校里边 他们这些助教 每个月零两三千块钱 但是汽油费房租费 一下子就没有了 所以的话这些助教 必须要打两份工 才能够支付这个所有的开支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加州 这个学校的话 这个对他们的补偿不够 每年的话只有两万四 到时候扣完税 以后交完房租 基本上他所胜无几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导致了太多这些教职员 这个不愿意这个上帮助 这种情况之下也影响了 加大学生的这个进展 因为没有这个助教的帮忙 很多功课没办法改了 很多需要帮忙 这个辅助的这些学生的话 得不到必要的帮忙 所以这部分的影响了 而相对来说另外一个案子 也是令人可以说是可笑的 因为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是在UC Irvine里面 有一名这个教授里面叫Frank 姓徐的徐医生 他是UC Irvine脑神经手术 外科医生的主任 这个主任里面 他喜欢歇影 以后他向学校申请 他要建立一个实验室 后来他是属于院长 他自己给自己批了一大堆的钱 后来被其他的工人 因为其他的实验室的员工 他说要申请购买实验室一个零件 要一个77大概2万块钱 要左批右批的拿不到 而这个员工也是姓周的华人 他说在2014年的时候 就发现收到一个很可疑的电子邮件 他说这个你购买的这个camera 这个你们能提供一下是你做什么用 所以当时的话他是错误收到了 这个偶尔原来 这个他后来也是别人给了他一大堆的收据 这收据一看都是这个徐院长 以后为了自己的爱好 以后买了大概有120万的这些摄影器材 买了这些摄影器材之后的话 他自己游山玩水拍了很多这个拍了很多的这个照片 照片里边的话这个后来这个周 这个周教授举报了这个徐医生 说他滥用了政府的资源 因为UC系统是我们纳税人的 所以的话他就举报 没想到这2014年举报之后调查来调查去 他说我们这个是徐院长所批的要建立这个media center 就要做这个这个多传媒中心 但是到头来这个媒体中心并没有出现 而这个出现的都是这摄影机拍下来的一大堆的这些这些照片 这徐医生 post上去的 调查来调查去调查了5年 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今天罗汉基时报的话就开始就发难了 他说为什么的话 这个教授 这个这个花了纳税人40万的钱购买了一套这么多的摄影设备 为什么没有人管他呢 这也是这个加州政府民主党一党独大之后的话乱花纳税人这个很典型的例子 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